那打曲真的去寫app 那接著就都 過程都一定會有些困難的 有些問題出來了 那所以呢我們就會用完 那三寶 就是呢 iPad就會開個script playground 那大家就要update iPadOS 最新的版本 那另外就是 會開個 playground app 那你的手機Whatsapp 有時候大家有問題的時候 都會拍照片 把問題拍下來 設定給我 我可以立刻 打曲在那裡 就是遙控去打曲在那裡 還有呢 如果大家做得到 都可以把照片過來的 就是Whatsapp過來 那我知道你做得到嘛 就是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大家是身處兩個不同的地方 那另外就是你的電腦 如果有個電腦就更加好的 就可以開著Whatsapp給你的PDF 因為那裡有幾十版的東西 在那裡 但是裡面有些codes 是要打下去的 真的要打的 就是我就不想 只是copy and paste 那樣 就是打下去呢 就比較像一些實際的那個 編程那個經驗 那大家要花點時間 先時間準備一下這個setup 其實大概是這樣 我再描一下那個screen 那個setup是這樣的 大家 還有呢 如果大家覺得OK 看到畫面 聽到那個聲音 麻煩大家在這個checkbox 打一個ok字呢 或者打一個emoji 在checkbox上 看一下大家 有沒有困難呢 有沒有問題呢 找個checkbox先 如果你是OK的 你就可以在checkbox上打一個ok 或者在Whatsapp打也可以的 其實 Whatsapp都沒有問題 隨你喜歡 那我兩邊都在看著 其實 Whatsapp就會看到大家 什麼問題也可以 但是呢 Whatsapp就好處 你可以把照片送出來 但是如果是那個 Zoom的checkbox 貼一些照片 會比較慢一點 手機Whatsapp就可以立刻拍照 這個動工路都進來了 可能呢 現在1 2 半都 時間差不多 差不多 我們準備要開始 好啦 我們先把影片錄好了 那今天的課堂 我說明會錄下它 所以大家就對了 現在不想說樣子就關掉我的鏡頭 都可以的 那我們就 我們現場觀眾 雜時一位 有現場觀眾 所以我先說明了 今天我是第一次混合式教學的編程 就是我沒試過blended mode去教的 就是混合式 就是有現場的同工在這裡 也有網上的同工在這裡 所以我儘量兩邊都兼顧一下 兩邊是要兼顧這樣 那我見老師就做得多了 北區學校的老師都做得很多這些情況 但是我自己的經驗又不多的 blended mode 那現在我們就差不多了 不如我們開始吧 好啦 那就今天我們的主題是這樣的 就是原來APP是這樣寫工作坊 其實就 因為呢 就是那個Strip Playground 有一個最新版本 就可以直接在iPad上去做APP這樣 那以前是不行的 以前一定要用MacBook去做 現在呢 就可以多個選擇 可以用iPad去做 那為什麼要做APP呢 這樣 因為我們先說一下 應該我先分享一下 就是那個樂趣在哪裡呢 就是真的可以自己做一個program出來 或者有一些APP出來 可以自己用 或者給別人用 可以解決一些問題 那就可以發揮創意 可以表達到自己你想做那件事 那其實呢 就 就是這個 表達到自己 不是 一早就有一早就有人說過的 例如Scrash的創辦人 就是這個Misro Blade 這個就是中文叫做Misro Wrestling 那其實他創辦了Scrash 就是block coding的始组 就是block coding 就是Scrash的那個 好像砌積木那樣 整個program 那他就是成功把block coding 就是 因為其實他發明了 那使得 事實上證明所謂成功的 因為使得學生很有興趣去寫program 那因為其實他在某程上 是一種表達來的 就是寫program 就是好像現在大家都說 人都想去做M 或者寫program 因為等同以前我們教學生 做power point 或者叫學生拍片 或者叫學生寫作 其實都是一種形式去表達學生自己的那個 就是他在想什麼 或者他想做什麼 或者他的個性 那現在只不過有多個渠道 叫做learn to code 以前 learn to write learn to present and learn to shoot 就是拍片 現在就 learn to code 這樣 就是有多個渠道這樣 那大家是要安裝了這個app Scrash 4 這樣 那iPadOS 一定要15點200以上 才可以 對了 這個 那如果還沒得的 還沒做得好的呢 就是大家現在立刻去update這個iPadOS 那應該都還講一次 我還有幾分鐘就開成本 update它 就是這樣 15點多這樣 就安裝了一個script playground 那其實你安裝了之後 左下角就是一顆新的 就是舊的版本是沒有這顆鍵的 舊的script playground 就只是 就是 真是program來的 就是 就是那些code 它整理完給你copy and paste而已 那基本上現在你真的可以 自己整理一個app 就是左下角這顆鍵的 叫app app app 那以前就只能夠用MacBook去做 再加中間這個program 有沒有同工知道中間的program是什麼 就是以前是可以寫app的 那以前一定要用MacBook去做 或者MacOS去做 裝個app 這個也是app來的 這個也是app來的 那同工知道這個app叫什麼名字 中間這個 在這個script playground之前 可以在checkbox上回答 或者在那個 whatsapp上回答也行 可以 那不知道嗎 這個就是 中間這個 那中間這個其實叫做 給多三個小時 那如果是用MacOS陣營的老師會知道的 其實是 有人打到啦 黃老師 黃思恩 x code這樣 其實是用x code去做的 那x code是很煩的 其實 就是 門檻就高一些 就是複雜很多這樣 那就是 老實說 不是人人 適合 適用的這個 就是 它都是幾複雜的一個program 就是很多東西兼顧的 但是現在呢 就這樣多個選擇了 現在你有iPad 但是最好有一個keyboard 這樣就沒有keyboard可以不可以 都可以的 我都同學生試過 沒有keyboard都可以的 只不過就打的時候 會沒那麼就手藝而已 那不一定買回原廠的 你不用買原廠的 買那個 那些淘寶的藍牙keyboard 可以的了 淘寶的iPad 藍牙keyboard呢 就可以了 那就便宜 你百零元已經有了 其實 好了 以前我們就講 scrash block coding就是這樣 左邊這個 現在我們一會做的就是這樣的 task coding 就是打字的 不是拉扯這些block的 那其實有什麼不同呢 大家可以講一下 在chatbox可以回應一下 或者你可以開麥克風 暫時我們都不是很多 或者十個這樣 在chatbox打就行 或者開麥克風 或者開麥克風 其實有什麼不同呢 左邊這個block coding 右邊這個我們將會打字 待會 是 其實是 打的 分別在哪裏呢 這樣 同工可以 講一下 我們留一些問題 找個問題 有什麼不同呢 你覺得 左邊就是圖形 右邊就是文字 很多 左邊就是圖形 右邊就是打字 可以 可以發表一下 可以發表一下 意見 taskbox說就行 WhatsApp就行 我們可以開麥克風 現場不現場 有什麼不同呢 你覺得 是 左邊用點像 左右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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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得很對 很對 右邊呢 真的 打上一顆 一顆字 都是不行的 是 他是 很 嚴謹的 錯一顆字都不行 是 噴錯位也不行 錯標點也不行 就是 什麼都不行 就是 不可以錯的 他是 一個錯都 不能夠容忍的 那這個是 我覺得最大分別 這個就是 最大分別 是要很小心的 那這裏呢 我又寫了一些 是的 就是比較 那就是 問題就是說 Block coding呢 基本上 你不會有那些 我們所謂叫 syntax error gramma上的錯 是不會發生的了 但是如果我們打曲呢 就是 是會有很多error的 其實 很多syntax error 那 還有一些 我們叫做 indentation 搭位 spacing 標點 comment 就是那些 那些大堆東西 是 是不同 Block了 Block是組織目 這樣做的 但是Block的好處 就是他成功 降低了那個門檻 天程門檻 令到很多 學生或者大人 都覺得有興趣的 但是呢 現在就有另一個 就是text coding 就是打字 其實是難一點的 是難一點 所以中間會有個轉型 是這樣的 轉型有個challenge 就是 由Block coding 轉化去到text coding 那本來就好玩的 high motivation 有很多樂趣 那門檻又低 那接著呢 我們就準備 越打對格式 不要退錯位 不要串錯字 每個標準都是對的 那所以呢 就會有一些 要調整一下我們的期望 在這裡 是有一定的難度的 不過呢 就小心一點 其實應該都 manage得到的 是的 那呢 那個情況就是這樣 一會兒我們會大一點的了 那一會兒就 你留意了 這些退位是要跟足的 這些退位呢 我們是要跟足的 右手邊那些東西 那些字母 那些字母 可以釋放了不需要的 因為呢 那個app會提我們 要用的字的 那你就可能會問 那這個這麼難學 那學來做什麼呢 那為什麼要學text coding呢 其實都很難的 其實 難了的 那那個好處在哪裡呢 有沒有同工可以講一下呢 就是其實是難一點的 那我們還搞了 為什麼還要搞這個 shoot playground呢 那scratch就可以了 又好玩 又有多色彩這樣 那麼 有沒有同工可以講一下 就是呢 為什麼我們要學這個 就是今天我們為什麼要搞這個 這樣的工作方 目的在哪裡呢 或者原因在哪裡呢 或者其實 前些學生都會準備 要學這些這樣的text coding 稍後這樣 可以開麥克風就行 或者在check box 就打出來 就是為什麼要學這個 這個 這個y呢 我現在都有加上學生的 那就可以講一下 或者在 在文章那邊 Motsapp 或者是 你的文章那邊 就是 Why learn text coding 又混分完 哈哈哈哈 下一張三個講 下一張三個講 是 早知我不整整這些pv給大家 然後 你能夠偷懈 其實 因為現實世界 是真的text coding 正現實世界 那就會知道一下 原來現實世界 都是因為這樣做 就是 我就會明白 那些學生都真的覺得是這樣 他們覺得 我覺得打曲是比較高階的 有一堆學生是很想學這些東西的 我最近發現這樣 那還可以放上網的publish 就是app store 有app store connect 你付錢一年 就給幾萬元一年 你就可以將你的app publish的 app store 好像app store connect 但我還未申請因為要付錢 現在這個superground不用錢 用著先這樣 那你可以share project share project project的file name就是dotscriptm 那我研究來說 自己都不是玩了很久 因為去年12月才開發出來 就是若干了一個月 我不敢說我是專家 我都是科學社 那我們今天就會這樣 好了我們 講夠了開場八十五分鐘 那我們就會做三四樣東西 我們會搞一些文字 搞一些照片 搞一些掣 搞一些聲音 那可以說是superground 101 又由基礎試一下 那日後呢 看看我們有沒有機會再 再有些時間 搞一些工作方式 今天是初階 然後到中階 或者再高階 不過高階我不是 中階是可以的 高階呢就要好 至少玩了幾年才行 好那接著呢 就是我們看一下那個app 怎樣整整 那樣的 那就講明我們要跟足 那些wording 所以simple 或者spacing 還有大家預料 會彈出來的 大家看看這些 這些 這些是慢的彈出來的 這些 你看 你不用介意 總之它沒有紅色的彈 那app 就可以了 一定會彈的 是吧 慢彈的 喪彈的 不用管它 總之 最重要是 看到自己沒有打錯字 打錯字 標點 這樣 那所以你預料是有error出來的 那它的 Terminology 那app 它說是crash了 crash了 就是炒了這樣 那 幸好 那app 會提的 你一邊打字 一邊打字 一邊會彈一些提示出來 就是一邊彈一些提示出來 讓你打錯自己的機會 就降低一些 那一邊打字 好了我們就開始了 那我們就 我們就 開了app 大家齊齊 有一點時間 大家可以開開這個 SWIFT PLANE RUN的app 左下角有一個按鈕 就是APP 是 那一開了出來 就會是 可能它們先打個名字 進入裡面 就會見到這樣的架構 這樣的架構 那中間這個content view 中間這些是code 右邊是preview window 我們就開開我的ipad 這個我的ipad 好了 那我開 slip playground 或者 playground 就可以了 那如果有鍵盤會好一點的 有鍵盤會好一點的 有鍵盤會好一點的 我先上去 改幾個都改不了的錯 都很簡單 就開一個新的app就可以了 不要企圖去 fix 那些問題的時候 是改幾個都改不了的 很古怪 開一個新的 我們現在開一個新的 當然有什麼東瓜豆腐 你開一個新的 再做一個 那就最好 那這裡給你改名 這裡給你改名 那邊 就是 一按進去 它就馬上彈出來 已經是這樣 那你關掉它 這裡外面都可以給你改名 就是 長按 長按 那個app rename 這個呢 就是打個名 birth app 寫一個 新 它還有很多可以改 我們這個 重點不在那裡 那你就可以開它出來 就是這樣 那左邊呢 就是這個 那些codes 那些編程 就是編碼 右邊是preview window 那其實是可以直接改的 譬如這裡很簡單 那這個 譬如text hello world 你按一按它 它就會選擇了那個字 那我改了一下 那有keeper會方便一點 那這裡你打什麼都可以 其實 you 這樣 那它馬上就很互動 那些右手邊 就會出回how are you 這樣 ok 或者你打中文就打 那我試一下這個 打中文 你 好 這樣 那 或者打一個emoji 如果跟學生玩呢 最好就是搞那些emoji 這些是他們比較 喜歡的 唉 收的給你看看 打一個emoji 按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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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它就會立刻 右手邊 在preview window 會展示出來 是 好 給大家一點時間 先試試 那 看看大家有沒有問題 那我想大家 就是開個ipad那個playbar 出來 去試這樣的 好 改一些字 待會我們就會改它 好 或者呢 將它 delete 它 從頭再打過 好 看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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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接下來給大家一些東西 改 那就 留意那些 black cat 這裡呢 它有一堆那些 大括弧的 大括弧 山括弧 那它一定是 成生成對的 那些 千萬不要隨便 delete這些大括弧 一 delete 它 就 crash app的了 所以就不要 delete 那些 我們主要 主要focus 是 在這個 V-Stack裡面發生的事而已 今天呢 我們主要是 focus在V-Stack裡面 裡面發生的事 外面那些基本上 都不會怎麼 理那麼多 就是 理不到那麼多 我們只是理中間那些而已 那所以外面那些大括弧 開括弧 山括那些 不要 delete它 一 delete它 它就 不 work的了 那另外還有些退位 那些退位 不要動它 不要動它 它是要這樣的 它是要這樣的 是這樣的 就是 改不了的 那另外要留意 Full Stop 這些Full Stop 這些Full Stop 是要打的 這些是 它不是多了出來的 是真的有一個Full Stop 那這些Full Stop 它就叫做Modifier Modifier 其實是改變一些 圖片或者文字的特性 或者屬性的 就是改它的屬性這樣 那你就好了 那大家試試 那你試一下 delete 比如先剷掉這行 先剷掉 image 先剷掉它 我們先剷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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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剷掉它 我們先剷掉它 那我想大家 就把Vset裡面 那幾行呢 改成這樣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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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打這些字 出來的 照打的 就是這樣 就 delete 了 image 那幾行 你可以用這個 記錄的 backspace 去 delete 那這個呢 如果你看著我的 screen 因為我要轉的 我要轉的 我要轉的 screen 那如果方便一點 就開著我的 PDF 那或者拍張照 可以剷掉它 就方便在iPad上 就這樣 那我就不想大家 就是剷掉人 所以想大家打的 好 那我轉回我的iPad 那這個呢 我 delete 了 顏色那些東西了 留意它 是那些文字呢 它很容易一次過剷掉了 很容易一次過剷掉了 那些東西的 那這些字呢 可以放大一些 這些字呢 可以呢 我們呢 就是我 我 我有些老花 那這字呢 放大 放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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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看得清楚些 好了 那我打你好慢 那下面呢 我打一個DOT 那你見到呢 立刻彈了大堆 這些這樣的 其實叫Modifier 的東西 Modifier 那譬如呢 我打第一個呢 叫做 Porn Porn DOT SYSTEM 那就是 猫字先 size colon 80 那樣 很難記的 這些格式 很難記的 但是呢 就照樣這樣 那這個呢 它將那個字體變大一點 那你猜到那個80 就是 80 就是什麼意思呢 大家可以說一下 80就是什麼意思呢 可以在 check box 說什麼 80 又不是 又不是 80的 都不是 這是文字來的 文字 所以是那個 Corn size Corn size 這個 我剛才說 120 很大隻的了 那你會看到 左上角有個play 鍵的 左上角 你play一play它 如果沒有打錯字 沒有crash 它就彈出來 這個呢 這個什麼呢 它不是一個圖片來的 又不是Keynote 又不是PowerPoint 又不是Video 又不是相片 它是一個 APP來的 這個是一個APP來的 是有不同的 表面上好像都是一張照片 其實它的nature是一個APP 那APP呢 其實最大的特性是可以互動的 我們今天最後都會搞少許互動的 好了 再打了 然後打DOT DOD DOD 大家猜一下BOLD DOD是什麼意思 DOD 是的 我粗體 立刻粗了 DOD 是的 你粗體 它立刻粗了 這個 好 那另外呢 我又打ETERIC 那你見到 一打DOD command的時候呢 那個Modify的時候呢 它一大堆這樣的選擇 都彈出來 所以其實 有時候很難 你都不需要去背那些 command 因為它自己會support出來的 好 斜體這樣 中文字幕斜體 沒有斜體 沒有斜體 打了ETERIC呢 中文字沒有斜體 可能英文才會 試一下 是的 中文是沒有斜體的 Emoji也沒有斜體的 所以這個Modify呢 就是apply在某些字體裡 所有字體呢 都可以 是的 問得好啊 那不是所有字體的 support 斜體 斜體 就是 或者Street Prager Emoji 這個Modify 控制不到 那些字體的斜體 好了 接著 再打 我們再打 FOR 你打FORGROUND 它已經打FORGROUND color出來的了 那接著它有個VALUE 那這裡的VALUE 要這樣的 它又要打個DOD字 然後才打個顏色名的 比如DOD RAN 它都是轉紅色的了 DOD RAN 那如果你打DOD DOD RAN 就是 就是 藍色啦 DOD Green 就是你想一個藍色出來 如果有這個藍色的同字 那個Label呢 它就會做那件事給你看 但不要打錯 打錯字呢 這裡有些東西 這裡呢 弄一下弄一下 就會出錯了 DOD 好 有沒有錯呢 看右邊先 OK啊 暫時都 如果現在大家可以的 那你就可以 在WhatsApp 發張照片來看看 譬如 做不做到這個呢 就是這個 我們 101 step number one 101 你可以發張照片 到WhatsApp 給我 可以PM 那就是 看一下 可以不可以呢 緊張照片 我想看一下大家的進度 那我就 開WhatsApp 等一等大家 開WhatsApp 好 先生請是不是在那裡 這個我要五分鐘 是 我幫你拿給他 我只說 我只是 其實這個設計都挺有趣的 這個設計都挺有趣的 因為下面要改他的 改一個東西 但他整個抽出來 好了 我whatsapp等大家 等大家的feedback 我們是網貨來的 來吧 有東西看了 Karen Karen you How are you?Karen Davy沒有 Camp照片來看 拍張照片來看 還轉了 我後面有個command的rotational effect Snoopy 另外就是 大家怎樣做 Hello 好 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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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要用這個davy用toto 那我看見大家都 那因為你成功了才會拍張照片來看 另外呢 王sir 是的 你好嗎 OK OK 是不是 很乾淨的 大家打的東西都是 混合 沒錯 不要有多多的 space 少多的 space 不要多的标点或者少了标点呢 那就可以了 好 那似乎大家都挺顺利的 暂时都 好了 那接着呢 如果还有得的同工呢 你可以WhatsApp拍张相传过来 我就知道你跟着做这样 那有时候你的锯盘呢 如果你用锯盘呢 你打spacer 不会有时候因为iPad开了那个accessibility 那你就要关掉它就可以了 这个remove command 呢 那space bar 就会用这个playgraph 好 还有啊 还有啊 正在迷惯你 是啦 这个是 反常 ok的 yes 另外呢 好 我们继续 好 那如果我想弄两个行就这样做了 两个行就两个text command 那没有很特别啦 就是copy and paste就可以了 两个行这样的 这个就很特别 那但是呢 我就想大家做少 立刻的assignment 这样 就是 或者我先试一下 先试一下 先弄两个行字 那我就抄 抄了它 抄了它 用手指 select 或者两个keyboard去 select copy and paste 这些位置有时候呢 它有时候都会 这些初手呢 剩下了很多整个行这样的 尤其呢 都是 少少 比如我现在呢 这一行呢 差了一点 Ctrl C Ctrl V 是啦 那就两行啦 请你喝酒出奶茶 哈哈哈哈 好 还好 就这样啦 下面的emoji 先改了先啦 改这个啦 OK 好 就是这样啦 那就两个text 就是两行这样 那其实我这里还没讲的 V stack呢 其实这个是用一个V字头的 stack来的 就是一层搭一层 一层搭一层这样 那就 它现在是打动搭的 其实它应该可以打横搭的 就用X stack 那所以这个是 我立刻试一下 现在这个V stack 其实这个可以立刻改去X 如果你改X stack呢 它就打横排的啦 那其实呢 你会觉得挺有趣啦 虽然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来的 就是做两个hello字 做些emoji 但是你立刻有个广告是挺互动的 因为你左边打呢 右边出结果 那些同学呢 学的时候呢 都是 有类似的体验就是 其实这件事 虽然是 这个app里的hello都很单向的而已 没有互动 但是它的编程的过程里面呢 是很有互动性的 因为左边打右边就出的了 就是这些学生 或者这个感觉就是 哦 原来打字都可以弄到些东西 就是打字而已 我只是 我只是在做打字而已 那我这个就改V stack V stack呢 那它就打动牌了 是啦 其实这里有些像网页设计 那个layout呢 就是 有时候打横牌 有时候打动牌这样 那么就 那个iPad的画面呢 都好像当是一个网页的layout 那个app的layout 好 好 跟着呢 我想大家做一些功课先 旁课 旁课 那就这样了 你就弄五个emoji出来 五六个 除你喜欢 几个 那但是呢 就越大越好 大到最好牙齿整个画面 是啦 那你最喜欢的五个emoji 那就弄成这样 是啦 就是这样 那就 弄完呢 你就拍照来 去whatsapp 让我看看 那呢 就 越大越好 越大到尽 就是这些位置呢 要拿到尽 拿到尽 拿到尽 就是拿到最大 那呢 就 弄上去看看先 那这里我给几分钟 时间大家 三至五分钟都OK OK 好我就在Whatsapp等等大家的 feedback 我先在Whatsapp先 OK 可以不可以 五个的emoji 那样 五个emoji 或者五个其他你喜欢的 中文字 英文字 但是要 但是都是这样的 就是弄完整个团 那你可能要用一些 这样的modifier 那样就是 porn 我们就是 刚才我几个都够用的 其实 porn etalic bowl foreground color 应该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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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用到 好 给大家一些时间 要不要 我 有一些 筆 不是 不是 一样 不咱们 有这些团 很难 啊 我先在一起 它是很难, 不错 我先说 我都感到 很高点 打住 如果我都感到 大家一起听说 porn 是 用得到的 五个大大的emoji 我试试弄 已经有了 很快 看谁最快 不过我们不是比较快 很快就搞定 看一看 老sir 我们看到 其实emoji 这个设计 放大了都挺漂亮的 学生做的时候 How to make an emoji emoji 如果你用iPad 你这样 讲一讲 你的keyboard就是 有这个键的 鼻球粒键 我这里有个keyboard 有keyboard 如果你没有实体keyboard 只有个虚拟keyboard 这个就是keyboard 那你左下个地球这个键 就有emoji 应该有装 要装一装 这个不需要装 不过 这个是网上的产品 所以不需要用 所以不需要用 这个应该有的 这个应该 这个是 你找一个keyboard 如果你产品了 对对对 在setting那里找 去回setting keyboard 这个setting keyboard 这个keyboard 找回 要加回 这个 我这里加了emoji 其实好像 我都不是自己加的 它内置了 所以就是 好 这样 就是这样加回 可以打到emoji 那你可以在这里 改了 这个 就是 可以加这个emoji 那我按一按地球 就会出的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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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就是 放大它 可能size80就不够了 可能要 160 够不够 160 都不够 160都不够大 要多少才够 我不知道 可能要240 都不够 那我可以说 回答我来听一下 要fond size 多少才够呢 在checkbox上可以 或者emotsip 先过来都可以 300 可能是 300 那这些都要试的了 对了 要try another 对了 就会这样 那这个 真的是一个app来的 但是暂时 只是纯粹 大些字出来 好 看看有没有 啊 老师 升 升过来 对了 对了 OK 这样 这样 王Sir呢 咦 好 好 其他 好 那应该是这样的 大概 就是 这样了 那其实呢 有一些可以delete它的 这里有一些多余了 这里 我这里呢 其实就不需要那么多 一个modifier 其实需要一个fond 这些book 其实研究 这些可以delete它 都没有影响的 因为emot 没有 没有那个的 是 forground color 也都没有 getelic bowl 那些 对了 那短点 也好一点 那些program 如果做到相同的效果呢 那就越短越好 就省些memory run得又会 理论上又会快些 这样 对了 就这样了 其实只有两行 Tax 再加个.fond 的modifier 这样就打电 好 好 录作都收到 是的 收到 大家传给你 那些相片 对吧 miss wrong 这个 这个是 好 好 照顾大家都ok的文字 那接着呢 我们可以搞图片了 我们呢 休息一下 时间 相片 那 那 就 都是 展示相片 那譬如呢 你的ipad上面有很多相片 那我想把它展示出来 做一个m 叫task number two 就是 处理相片 那文字就是text 那相片呢 就是用个command 就是emage emage 那 一旦呢 我们就要插一插一些相片 下去的 就是插一些相片 在那裡 那首先呢 你要找 就是 去找找那个相片 先 那 那 我們 如何插相片 呢 其实我们都猜到 在哪里插相片 大家猜一下 哪里有些按针可以插一些相片 你先把相片放在那里 先 那 那这儿呢 其实没什么按针的 就是这个app 上面有两三个按针 就是 这儿呢 这个council有什么 那些按针呢 就是 有个menu的 是吧 有个menu 那 跟着有个加按针 其实 真的很少按针 这个 两三个按针 那 这个呢 那唯一要 就是 扔出外面的世界呢 就靠这儿了 就是扔出外面的世界呢 就靠这儿了 那你很明显看到有照片 又有什么folder insert from 或者package 那今天我们的样子都会试一下 那就是选一张照片 好了 那我们选择 那些照片吧 找些照片呢 这个你 你选择 这个 那些什么照片呢 那些照片呢 那就是 那些照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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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拌了 那插两三张照片呢 那我们先拿来的那個pagraph 那里先 那些照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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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的方便可以通过WhatsApp的相片 这些是快刷的相片 好 那这些相片的记录名就不太好 大家就注入了 但是这些名字是非常不好的 因为它全部都是Image 跟着Asset 跟着Hyper1 那你就做一个有意思的名字 这个是一个 meaningful的名字 唱禁 唱禁它 那就可以Rename了 其实我就建议大家尽量打世界 因为它很流行自动将第一个字幕变大家 那有时候都不知道大家是世界 有时候有些混乱 我就建议大家尽量打世界 那有时候呢 幸好它会帮你 有时候第一个字幕呢 它就帮你做一个大架R 那一会儿如果是写曲的时候呢 写回世界R呢 它就混不了了 是大世界是要跟着的 那这个呢 然后呢 我又抢这个了 这张照片是食物的上来的 Rename 那我改一个很有意思的 的食物这样 那这张呢 就是 咦 啊 这个是Catsing Rename 这张猫呢 对了 这个呢 就是RAT 那你看到那些相片呢 它会转了90度的 不要紧的 对了 因为我们有办法处理的 那些相片是会 它好像转了90度的 这个是关于PlayGram App的问题 真的 不过有方法处理的 就是Tex 好 那就 那两个小时 大家先拿一些照片过来 那再改一个有意思的名字 这个动作应该是 对了 就会做的了 那刚才的图片在那边呢 在上面这边呢 在上面这边呢 可以按一下的 那可以呢 就开一个content view 出来 那这些相片呢 就是我们的asset 现在 我们的asset 就有 有只猫啦 有些食物啦 就是有个快速測试的照片 好 一分钟 一分钟 那待会我们只需要 是打一些code 就是 把照片 摆到app那里 这么说 是的 好 接着 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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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 不要用中文字 做founding 不要用中文字 下面呢 下面呢 它有另外一堆的 modifier呢 跟文字是不同的 当然 都是照片 好了 那我们怎么做呢 那我们就这样 这个呢 我就 用着 这些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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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 我今次呢 只是撞张照片而已 那我可以呢 拆掉其他的 那些 记住呢 就现在我们所有东西呢 都在vset里面发生而已 外面的东西 我们是 是不需要理智的 暂时 暂时不需要理智 那我就打 image 这样 跟着就很简单 就要打 那个 相片的file 比如我想拌 那只猫仔 出来 那就可以了 用个 double quotation marks 就行 好像单撇都行 单撇都行 是双撇 就是双撇那个引号 那就带回 那记住跟着 这个cat 这个cat 跟左边这个名字 是一模一样的 记住 那基本上已经行的了 看路上 那只猫就出现了 那如果打错字呢 他 这个呢 就是打大街 大街的cat 他就 没有东西看的了 他没有error 算偷笑的 不报道了 回到世界 那这样世界呢 那只猫仔 又出现了 那但是呢 就未足够的 我们要下那些 modifier 譬如呢 我要改变那张照片的size 长度 阔度 还有要转它的 转它的 那这只猫呢 就应该不用转的 我们拿一个会转的 这个快速測试增赏呢 是 孔章天转得较 那所以呢 那我就拿它来做例子 RAT 那这个image 那就是 RAT 那preview 都是转了较较的 那不要紧了 那我们呢 这张照片 其实 这张照片好像打动 看 上到 跟高度一样 300 大概一样 就是任你作的 而已 你喜欢去设计 先 那拌出来呢 就是这样了 那就是 有300 Pyzer 300 那300 其实那个单位是什么呢 那刚才文字 有个数字 有个单位 就是个 font size 那那个照片的单位 有没有总共知道是 这个300个单位 是什么来的呢 300 是啊 是啊 今次这个就是pixel 这个 这个 多少个像素 这个 其实这个是pixel 来的 和解像度有关系 如果改400呢 是啊 那但是呢 还没足够 我要 这个rotation effect 是什么来的呢 这个就是转针上的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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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打个angle angle呢 很可爱的 单位是 Dot Degrees 这样 那大家玩了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打回 Dot Degrees 那角度的单位就是 那度了 那如果我转 那度呢 那对了 那对了 转到那度 那对了 那是 如果0度就不转了 那如果我转到那度呢 0度就不转 那你打4-5呢 就是 赤赤的了 90 它是顺时心转起的 那180呢 就刚刚转了一个半个圈 那我转回90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这个是 400 乘300 好 那我先上去 那所以这个Modifier就叫Dot Rotation Effect 那还有呢 那这张照片呢 就还可以美化它的 那这个就是 就是Apple的特性 这个 就是那些角是圆的 圆角 那这个叫Corner Radius 那真的会漂亮一点 那就是不是方角的 然后就好像是美国的 Corner Radius 那你打了 那如果你打这个 20 我打了10次 我打了10 8 8 20 不够了 快一点 50 为什么要这样呢 100 哎 哇 因为我张照片肯定很高 哇 都这么大 应该是 有点点不漂亮 这个 可能一张照片是 应该 不要紧了 这里 不能够还没爆了 400 600 600 好 嗯 我们这个 这张照片不能够 有个方角 那接着可以再插另一张照片 就是 例如那只猫仔 cam 那它自己会弹出来在下面 因为我们用了V-Stack V-Stack 那我们要Size 那图 改改一个Size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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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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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设定了幅度和高度 就要看一下大家的打洞 打洞的六答 三答 四答 那这个不用转移 好,那这里我想大家 做一些功课,课课 可以找三张照片 把它打洞牌 不用加字,三张照片才打洞牌 或者打洞牌也可以 打洞打洞其实很简单 就是分那个V-Stack 还是X-Stack的Layout 现在这里我两张是打洞的 等一等 两张 两张,其实两张就是两个Image Come on 有时它都设计得久的 这个 两张 那如果这里我转做是X-Stack 那它就打洞牌 对了,不如师傅 需要什么呢 好,给大家一些时间 好吗,三张照片 这就是随理划 那待会我们再想想 如何加一些字在下面 加一些Label在下面 先加三张照片 那我来这里要给三千分钟 三千分钟 好,大家可以做一下 那当然了,如果你可以的 三张照片打洞牌 打洞牌的呢,看一下成不成功 加圆角,我之前那些可以的 这张照片,刚才不知道为什么不行 那应该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 好漂亮的 那接着你就WhatsApp 拍了照片,传过来 那我就知道大家的 进度 哇,已经有人搞定了 三张照片 好了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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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可以慢一点 刚刚呢 这个 是吧 五个emoji OK的 这个呢 可能可以再减慢一点 是吧 给多时间大家做一下 那呢 就 5分钟 好,5分钟 5分钟 那idea就是这样 一个image command 就是一张照片 你再打一个呢 image 再回个照片 那这个呢 就是foot 看看这张可不可以圆锅 哇,太大了 要花10个 翻白了 哇 试一下这张的corner radius 这张就行啊 那张有点怪 这张OK 你再讨论为什么那张照片是Chorner Radius 譬如这个情况就是你下了Chorner Radius 它这个就会转到圆角的 就是滑一点 好了 时间给大家 那你有问题都可以拍照来问的 不一定是完成了才WhatsApp过来的 那我也可以回答一下 看一个问题究竟在哪里 例如它明明打对了 你觉得它打对了 但是它都是crash的 即是subject error那些 那你就可以拍过来 我看一看 看一下漏了什么符号 我看到录像有东西都送过来 5คน 5不能 5 3 5 6 6 5 这个ID来过 赞 赞 有同一传一些问题过来,那就是,那些字就为什么不能够把握,有同一,已经在做这个了已经,我先讲讲这个照片先,三张照片就这样,问题先,我这个先下Vset先, Vset就是,三张照片就打一栋牌,就这样逢中下,这样就看到了,那但是呢,跟着我们都是想打一些类布下去的, 就是每张照片,你加一个字呢,那你就要连一张照片,那那里会再做多一点点东西的,我看到这个都搞定了,是的,已经呢, 好了,给大家看看先,那就是,这个是Vset,看看这个就是, 这个就下了Vset,那三张照片就很顺利,OK的, 好,如果Craft都是正式,都是总会发生的,都是打错字,那另外呢,就是,对了, 对了,搞定了,这个呢,打滑牌,这个就用了,用了X-Stack的理由, 好,我又跟公民呢,就是,对了,王sir,那就,现在的字就是这样, 因为全部都是X-Stack的嘛,打横牌嘛,那所以呢,这里呢,就要这样的, X-Stack中间里面呢,又要有些V-Stack的,那我先, 自反车先,就是,趁大家都在做,那现在我这个呢,就是三张照片打动的, 我先,我转回打横先,这样,X-Stack,那就打横了, 但是现在我上呢,三张照片下面呢,都有些字在这里, 这里呢,开始是中阶的东西了,开始有些,不是初阶的, 那我明显,我第一个email在下面呢,行不行, 我就要打个字了,这个呢,就叫CAT,这样CAT, 我先打个CAT在这里,那呢,就, 我先打个字,可以打个字了, 我先打个字了, CATS-S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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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好, 但是会是这样的,是啦, 第一張不是Cat 第一張是Red 會不會這樣 你要打一行字 它就會是打橫的 所以其實就這裏 這裏就是需要 再下多個Vset 這兩行的Image和Pax 再下多個Vset 這樣它就可以把兩個打動牌的 即是打橫中有打動 那又怎樣打呢 我就是看看 按Enter 就Vset 開Crew 那這個學生Crew就沒辦法了 就是要 在這裏下面 就加上個Crew 其實中間這裏這幾行 是要進去的 不過呢 就 一會兒我們基本上要進去 然後再進去 就是整個看起來更好些 可以不可以呢 是不行的 這個呢 我剛才沒知道的秘技 要這樣 10個 10個呢 應該有快點的方法 其實 就是拉了進去 吸進去 就是Pacer 是吸進去的方法 好 好 這樣先 這樣先 好 它就會做到這樣的了 即是呢 H step裡面還有第二個V step 這樣就包著這兩個行 這樣就 就可以做到 對了 不過呢這位還沒對得好 待會再搞搞 好 有方法可以再搞 哦 張照片 我知道 張照片 好 大家試一下 是這樣的 這樣的 這個 H step H step 裡面呢 有V step 這樣就可以 image 跟task 噴位那些 我們等一下再處理 這個呢就一樣 如果是image 就是mount 下面我們再打一個 task 這個叫做mount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有個叫 個就叫做mable 這個叫做 foot 特小 要補充 这个應該會看 這麼 那麼 那麼這裏每一組呢 都用一個v step 把它包住 就是它的 其實都跟網頁設計 都真的好似的 我懶了 有一句 其實這樣不好 這個 要撿回去 這個呢 有時候會這樣 有時候他會這樣的 就是我還沒打完那個山谷 那他經常說你有錯 然後會阻止你打對的那個鋪 有時候黃水尊會這樣 有一點問題 這些位置又要打對 好 現在就會 是會合作了 現在沒力氣了 對不起 不漂亮了 待會就慢慢去撿 但是基本上就是三個雙蛋 每個雙蛋下面都有三個字 好 大家試試 大家試試 我給你省時間抄這個 在這裡 撿回它 所以他就因為要退位 這些問題 標點 就是在block coding 就是在block coding 他用個幾何圖形的形狀 六角形 床圓形 它是限制了 就是限制了你的選擇 但是打字是很自由度很高的 所以錯的機會會大一點 在block coding這些事情就很喜歡發生 好 看到什麼呢 我把RAT的相片有些問題 你看看它撿出來這樣 好 把相片的問題 好 我給大家五分鐘 這個就是難一點 這個 這個開始是 Extract裡面 又有一個VStack 那它有其他方法 這樣就很煩 就是如果你想做一些複雜的排法 另外一些 如果你有很多東西要排 你就不會這樣排法 就用另一些 那些叫懶人Grade LazyGrade 去排回那些物件去 我們就不用這個方法先了 Extract VStack 大家就了解 哦 原來這樣排法 這樣 好 如果大家可以的 你可以 都可以 send send過來 send過來 send去那個 whatsapp 過來 對了 王Sir可以了 對了 三張相片 下面 對了 王Sir搞定了 是的 是的 大家進度不錯 我相信 下面都有個字 我留意這個 就是 真的是一個APP 可以放在別的iPad run的 這個program 這些 曲 好 好 好 搞定了 對了 三個字 再上下面 三个字 混合了 搞定了 1 2 3 大家都挺顺利的 不然每个个声上来 但是有 就可以了 这个快的同工可以看一下 下一页的笔记 下一页的notes 这些都是只能present 只能present 只能present出来 其实是没有互动的 互动就是靠我们左边打字 右边去哪里出的东西出来 要真的互动一定要加button button就最好用了 shake playground的button 都是一个command 都很简单 那个button的command 就是叫button 就是du dvon 那大家可以 快的同工可以先 先试一下 可以先换这个 或者刚才那个m 可能你不想离开它的 你可以先save它 开一个新net 整个button 都打了很多东西 已经 这个呢就是我们 就是暂时都是show一些东西出来的app 那没有互动性 因为app本身没有互动性 只差1% 要互动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下这些button的确计 那我们都是由最基础开始 那这个command就是这样的了 那大家可以照着 照着打 你打完就知道发生什么事 就打完 那我建议大家开个新app去做 好 接着呢 我给大家一些时间 这个就是叫button的 这个叫button app 这个叫button app 这个叫button 这个叫button 就是这样的 那其实这个button 是任你怎么set到appearance 有什么颜色呢 都可以很五花八花的整理 可以很漂亮的 但是今天呢 我们比较着重那个功能性多一点 就是 就是 是怎样打command的 漂亮的 可以留下来 就是 继续研究 怎样整漂亮的 它有很多方法的 实际上 在网上都有很多方法 那为什么不提重要呢 因为它是互动的基础 所有app都是以互动性 就是 你怎样令到那件事可以interactive 就是靠 这个 这样的东西 对了 那就可以 照打了 然后 这些是在recept里面打一堆 不停 代句 那开始打个print command print 一个emoji 接着下面呢 有label 一个某号 接着呢 然后就打text,classly 那基本上按键都成型了,只打到这么多都好了,已经出来了,不够漂亮了 好,给点时间给大家打先,一两分钟 因为已经有一个按键可以用的,不过它就不够清楚了 你可以直接按它,这个play window,playground有个好处是 都挺互动性的,你在右边用右手指按,你看到左边那个print有个window,有个console 它就会弹那些emoji出来的,print是这样用的 在一个console就弹一些出来,其实测试的按键是否可以用的 测试的按键是否可以用的,但是按键是不够漂亮的 这个是这样的button,label,text v,past v,我们加一些padding 就是留下来啦,padding就是留下一些 中文是什么,padding是什么? 又留下中文的,这个是一些纳规,还是留下一些空间的,边边位的padding 还有要设计颜色,因为如果没有颜色就没有其次,forground color 那一粒按键就弄下一个白色,好呢 还有要设下一个background color 就是有一定的对比吧, meter 它是没有color的字,也没有color的字 就叫Background 那這個鍵就清晰一點 有足夠的Contra就可以了 這個我們當然也要弄點漂亮的那個鍵 就是下一些圓角 Tone, Radius DalexA是20 都夠了 它真的是一粒鍵來的 這個真的用來 可以用它改一下 如果我想改這個Rad 就是你打字就可以設定它的特性 它最有趣的樣子 就是只要你明白那個command 或者Modifier的用途 我試一下不下Padding DeletePadding 那它就會這樣的了 就不夠漂亮 Padding 那再下多個都還可以 其實可以多多幾個招打 就是要再粗一點 那你又可以設定個Test的Font Size 就是總之慢慢調 但是就是 你知道漂亮是無止境的 你弄漂亮是無止境的 可以很無止境的 我們今天講多一點的功能 那你按它就行 就行不行 就行不行 好了給大家一點時間 這個就 這裡 就是你按完之後 就是在左邊 在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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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console 彈出來的 在左邊 其實這個Print 其實很少用的 只不過要來測試 那些東西是否有效 才用到Print去做 這樣就 寫到過程裡面 就是測試一些東西 是否有效 有沒有錯 這樣 好 看看大家 如果有問題 拍照傳過來 WhatsApp 給大家常常去做事 拍照傳到WhatsApp 那 就 行不行 可以傳過來 就變成有人傳過來 對了 搞定了 這個是 對了 老Sir 對了 三張照 三個在這裡 那 完成三張照 就可以 來這個 做Button 這個 Button 可以說是互動的 Foundation Interactive 如果一個M是沒有互動 其實不夠好玩的 有互動就好玩 那 那 你可以 就是學生可以因應他做的事 就有些 那個App給我一些變化 還有你可以設定的 那些規定 你按什麼按鍵 出什麼呢 我們如果是做App的人 你可以任你設定的 這個是 只是你想怎樣 任你設定 都可以 所以 為什麼它的靈活度這麼高 因為它的 command 又多 變化又多 功能又多 好 好 好 可以了 大家很快 我覺得 行不行 已經搞定了 顯示大家 看判題 好 這邊按鍵 那按鍵 現在我們純粹是 彈了一些字 print 在一個 console 在左下角 左下角 這裡這裡 有一個 console 那你這樣按 它就會彈一些 螢幕字出來 顯示它是 功能的 其實我們再解話 其實那個Button 有兩個範圍 兩個部分的 第一部分就是action部分 就是button 第一句print的就是action 那action他会做些什么 那label下面那些东西就是presentation 就是有没有pending啊 background color是什么色 有没有圆角那些 其實present只有他做的样子 就是action的样子是分开出来的 那中间有个字叫label 那所以呢 但是一会我们就会做这件事了就是 我想做个很简单的counter counter是这样的 你按一粒键他就在那里加 就是要数东西 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 做个counter 按一粒键他就在那里 就是数人数什么都没所谓 就是他会跳的 那当然你不是只数的 有时候你由头再数过 做个reset键 这个reset回到zero 这样 那这个可以为 一个基本的一个 想法这样 那这个program就是这样的 这两个我就 就不会打完给你这样的 那我就留下这样的 那大家跟着就要打 不过呢 那中间的红色绿色呢 就会漏空它 那呢 就 不过这个我们先解释一下 刚才那粒键呢 就在下面的了 那粒键呢 就可能就改做press to s 我们先改一下 下面那粒键呢 我们将它改名叫press to s 先 那我们想做这件事 一路按 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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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会用counter在那里数东西的 代用 代用 按按按按按按设定 是的 drei 那哦 大家潇到这个 今天呢 那这些 Regional 那 hundred 那下面呢 我们自己先去 那这个呢 我們先改一下這個,我們先改一下Path to add 按一下就加1,這樣吧 那appearance我們就不用改的,不用改變 那上面呢,這裡我要弄個號碼出來 上面就弄個號碼出來 我們用這個text的appearance,譬如這些是400,它是紫色的 那但是這個text呢,它的內容是會變的 就是會變的,就是本來它是零開始的 你按一下就加1,按一下就加2,加3,再加上去 那所以這裡呢,我們又用一個新的概念了 那有沒有同官知道呢,我們用一個新的東西 那樣東西是會變的,會變的 那有沒有同官知道那樣東西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你在這裡按,就是它會有變化的 那在軟體,現在軟體到之後可能會比較熟 你會怎麼知道呢 就是我們用一個東西,因為這個上面的號碼 這個紫色的0呢,是會不斷加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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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1 那所以呢,就不是只用一個text的 我們加多一件東西呢,那樣東西叫做 有沒有同官知道呢 對啦,我們說parameter差不多了 現在,不過它是v字頭的 v字頭的 對啦,其實就是variable,數個科老師 數個科老師 那我們要下一個variable 那variable要怎麼下呢 在那個body和contentview中間呢 就要下一個variable 那叫做warr 這個叫warr 那跟著我們給一個名字給它 這個variable是要數東西的 那我們給一個有意思的名字給它 數東西就叫做 叫什麼好呢 數東西就 就叫counts 那所以呢 那你就要打這個行 state,warr,count 等於0 就是呢,我們要數東西了 這個counts呢 是一個變數來的 一個變量來的 因為它要變化 那variable呢 program裡面呢 一個重要概念來的 例如square都有 打機計分呢 就是用variable 很厲害 好啦,跟著呢 這個明顯呢 你的tax呢 這裡是要下個count tax,count這樣 那但是因為這樣 這裡呢 有一點點數學科 不,其實這個是電腦科的東西 就是 因為這個count呢 就是一個 就是數字來的 數字 那你用到文字的功能呢 去show出來呢 它就不行的 它就要 下一個東西呢 就是 將它變回做 一個我們叫自算的東西 string 那所以這裡 大家都要加快 叫string 就是呢 將這個數呢 這個數呢 變成文字 就是轉型 就是將它轉型 這個是純粹一個programming的技巧 就是 因為呢 就是社programming的世界裡面呢 這些數據呢 有不同的形式 文字就是文字了 數字就是數字 兩樣東西混合起來 混合起來 那現在將數字轉文字呢 要用一個string command 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轉換 轉換它 那所以它就是text string count 這裏呢 這裏呢 我忘記了整支筆 這裏呢 這裏呢 用一個 啊 ok 好 好 那這個就是 這樣 這裏呢 這裏呢 加上什麼東西 count 那跟著就 其實都是加上一項 這兩項就是variable 下了一個w 下了一個text 不過在中間這個 要加上一個string 就是count 是一個 數字來的 哎 忘記了大一個 忘記了大支筆 這個我只說了 count 是一個數字 string 將它轉正 變成分次 好 那跟著 所以這個button 這裏呢 我們想回 剛才我們每按一次呢 那個count 是要加1的 對不對 那個count 的variable也要加1的 那所以這句話呢 就是要 那一個呢 就是把count 加1 的動作 加1 那為什麼呢 這樣呢 這個command 就是這樣 可能有同工 如果見到同工 就會知道 那現在我告訴大家 就是這樣 count 就是increase by 1 就是這樣寫法 count 加分為1 那其實scratch 是有這個command 的 就是increment count by 1 或者我在那個 哪裡搞呢 是 我在那個checkbox裡 increement count by 1 這個意思 是 這樣就count加等於1 是 這樣就 這樣做 那這個是action來的 每按一次呢 那count的value就會加1 可以了 好了 我給5分鐘 大家去 將球式一顆鍵 加回上面 那幾行的 這個 這個有幾行的 我highlight 再加些什麼 先 加些 我們加了 這行 加了這行 加了tax string count 當然啦 text id 就剛才我們講過了 這個 最大分別就是clown 加等於1 這個 那你見到clown 都是意別不一樣的 它是綠色的 那些variable是綠色的 變了色的 變了面 那這個呢 我們叫變數 我 我 那 來了 來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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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個Variable我們叫做Count 我們叫做一個變數 會變的數字 好 五分鐘 好 大家 不過這個意思都看上去都開始有多了些東西 但是大家 可以不可以得到 你可以打一個emoji在一個checkbox上 看看大家現在的狀態是怎樣的 如果你跟得到就打個笑 如果覺得很困難就可以打個豐富的樣子 但是都是有限三 這是一二三 最主要是這三行 我們一定要講清楚有個Count的Variable 這個Astay我們不解釋了 Astay one account 要用的時候就這樣打個Variable 對不對 等二零就是它開始的Variable 開始的Variable 好 可以拍張照來看一下 拍張照來看一下可以嗎 拍張照來看一下就 請到那個MHZP那裏 那顆鈕都可以 哇 可以了 有老師可辦 是有老師 在那邊按一按 應該在那邊加 我看到了,这些起码掉到10里,非常非常有效率,我们做点时间,做半个钟头。 后面我们还有些东西要加的, 我们先看清晰。 王老师,先看一下,OK的,没有crash error, 首先打回State 感谢观看 我正在改刚才那个按钮 刚才那个按钮本来是print的 就是这个print的emoji 那现在我就改了它 因为它是action 那这句话 count 加等于1 是只能够摆在这个位置的 不能够摆在另一个地方 摆在另一个地方它就error 它就crash 因为这是action 就是有行动 我要把count 加1这样 那现在我再试一下它 真是work的 你一边按 它就会开始数了 你可以反过去 如果想做倒数就减1 那就由100开始 但是基本上是work的 比想象中都好像大家都觉得 ok 大家是做得到 现在可以的 它会这样的 它会这样加下去 但是这个是无优先加下去的 现在暂时我们一边按一边加1 那我明显我们还需要 如果做了的同工 我们还需要加一个按钮 就是如果我想reset回到0 那应该怎么做呢 这里我们有一颗按钮叫做 那大家想想想想 这里 这个呢 我想reset到0 在哪里 这里 这里 我加了一个红色按钮叫reset 那那些code都在这里 那我明显就是那个button的action 那应该下什么呢 大家想一下 这里 这个 5分钟 我流通通了 这个 这个 好 是不是 是的 是的 雅 那应该用的是reset 就是con set attle 做出来 其实就是这样的 我先发出一些相片 whatsapp 我先發出來 好 給大家一點時間 應該有兩間制 有時候這些位置未對齊 我們稍後再想 還有一些方法可以 直接用那個spacer spacer spacer 那個bracket 那樣可以 不過這些是純粹退回的 的人 えっ 我們都可以 在音效盤 有限 在念喊 開設 開設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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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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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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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